今天我们的课程还是程序的上一次 那个价值流程的这个部分 那上一次我们提到了就是双卡 两种卡片的系统 那讲到两种卡片系统 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 我们在做价值流程的时候 在做实质的价值流程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几个步骤 这一个第一个page的步骤就是讲 要重新架构你的组织 不能像以往的公司组织情况 每一个部门每一个部门各自独立 那这样的话是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 所以要重新架构组织 找寻客户所需求的时间在哪里 尽可能的能够一键流的生产 收短换膜时间 然后在没有办法执行 一键流的时候开始做超市看板的拉引 今天我们就会从这边开始讲起 那如果说我们要重新架构组织的话 那我们重点在哪里 在一个产品家族 这个产品线就是可以从头到尾 把材料进来我们这个工厂以后 一直可以生产出来的 这个叫做产品家族线 我们的管理人员的组织架构 他会来帮你送件 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 因为情况怎么样不知道 等两三天以后 那个送件单位 来了以后 他送上去了 你被核准了 请你过来 把你的银行 你把你的银行资料 把你的公司上班的情况 你的税单拿过来 然后又回去了 又是三天五天的 这么一折腾了 那么拿到你的贷款的时候 已经两三个礼拜了 甚至一个月以上 那现在 如果你可以让一个人 我们就对面一坐下来 他把你要的东西 一次跟你讲完 然后从头到尾帮你送件 然后包括到了Credit Unit 到那个信用中心 去调查你的信用 马上跑出信用中心 看你是ABC级的 知道以后 然后看你目前的收入多少 你睡信单 如果有带过去 他马上帮你核算 我可以预估 可以让你贷款多少钱 你可以准备看多少钱的房子 或者买什么好车 这个好车你是负得起的 你可以顺便去看那些 你要的东西了 那这样叫做一键流 那这一键流的情况 就是有一个人 可以从头到尾帮你负责到底 不需要一站又一站的 所以包括在文书作业里头 都有包含这两种事情 所以我们要如何的把它 能够组织重新安排 不能说我是申请单位的 我只收单而已 而我是审核信用单位的 我只审核信用 我是换款单位的 我要计算你换款换款多少 分期付款应该拿多少 那这样的话就浪费很多时间 所以我们生产作业 可以有一个主导 就是说我从零件进来 一直到成品出去 是一个经理 我们叫生产线的经理 所以组织交往重新来过 第二个找出客户的需求时间 了解我们要生产线要拉多大 是小生产线就可以 还是要大的生产线 是要大的设备 小的设备 人力多寡 依照客户的需求速度来决定 上一次我们提到 比如说如果你是文书作业的 我们多少人接听服务电话 不见得你要安排20个人来接听服务电话 整天都这样子 这是浪费 因为也许我们比如说 我是一个电视 这个网路公司的这一种服务平台 早上5点到6点 大家还在睡觉 你拍20个人坐在那边看荧幕 没事干 对不对 但是中午10点到11点的时候 是人最多打电话进来 抱怨的时候 你光20个人可能还不够 因为人家等着电话说 紧紧等一下我们见路这么忙 你紧紧等一下再播 还是等你等一下 等下一个服务人员有空的时候 就接你的电话 一等等20分钟还没等到 因为太多人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客户需求时间 就起节于客户打电话进来的数量来做分摊 在某一个时段某一个中头里头的人 是多少 你就配置多少人员来做接听电话 跟我们平常生产线的一个月为平均值 还是一个礼拜为平均值的生产方法就不一样了 所以做什么事情都是以客户的需求来做标准 也就是说我们的节拍器速度要快要慢 人要多要少 我们的service 我们的服务的柜台要多以寡 设备要多少 都是以客户的速度来做衣柜 那比如说这个情况 人家客户只要一天才卖一台车子 你一天就给他一台车就好了 他的资金也轻松 他的场地面积也轻松 就像我们吃饭一样 我每天都要吃中饭 你就一天吃一顿中饭 你不要一下子把一个礼拜中饭全部送给他 他不是晃到变成臭生虚 那就是要不然就硬吃撑得肚子都破掉了 这都不是办法 所以一定要刚好满足客户的需求 客户有拉动 我们才给他 就拉动需求 好了 尽可能的发展一键流 所以一键流就是说每一个作业都有增值的现象 那因为你有一键流以后 你就不用再重新看资料 比如说你是好几个我们讲银行贷款 还是讲那个例子 银行贷款你送件一次 那送件要不要看你的名字 看你的地址电话看一次 等第二次 那个人又拿到你的案件以后 他要看你的信用好不好 要不要重新把你的名字 电话这些东西又看一次 第三个要来看你贷款的额度可不可以 又要重新把你的名字又看一次 你看这个座位都浪费 那如果你是一个counter 一个柜台 一个服务人员直接应对这个客户 他这个东西只要看一次 然后就一路把所有东西全部算完 一直跟你讲说你已经被通过了 你是被核准能够贷款的人员 可以拿多少钱的贷款 所以他们每一个动作都有增值的现象 那这样我们的前置时间就不会浪费 那如果我们走批量生产 他的时间会很长 因为就是一批一批等 那时间就会拉长了 所以我们不要走批量 我们要一键流的生产 这样时间会最节省 也就是说我们要如何的 把我们的订单变成现金 或者是当有这个机会的时候 如果把它体现出来最佳的增值现象 好 接下来就谈到了 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做一键流 有一些东西是很大量的生产的方式 比如冲床叶啦 或者是我们要开一个大电脑计算机啊 他必须要一次的硬做情况 那不得不情况之下 那我们就用大家的系统用看板 拉动需求 什么时候才启动那个大设备 依照需求拉动来做 所以我们看这个 我们回文针用链条一样的表示方法 是拉的时候那个链条会顺 还是推挤的时候链条会顺 拉比较顺 对 因为你一推挤下来以后 就挤成一堆了 我们场地也浪会了 然后前后顺序乱套 如果我们可以用拉的 我们叫拉动需求 不是推动需求 当需求被拉动起来的时候 后面的动作全部产生出来 好 那今天我们开始讲的就是 既然是拉动需求 我没有办法一键流 最好最好就是一键流 当我没有办法一键流的时候 那我就要用卡片了 看板卡的管理 这也是烘田金石生产里头 最有名的看板管理 他的看板不是看得到的板子 是拉动需求的看板 材料看板 而材料看板有两种 一种叫做生产看板 一种叫做应输看板 那如果大家讲这个两个名词 会搞不清楚 我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 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水塔 水塔里面有没有很多水 你需要的时候 马上就拿着水桶去装 就走完了 这个就是应输看板 我这个水桶拿到对方那边去 我马上就会拿到我想要的材料 所以这个时间只有应输的时间而已 所以你做看板 你那个数量多大 只要应输时间够 能够来回应输 这样就可以了 这叫应输看板 另外一种看板叫生产看板 比如我这个是前沿水 是出钱的 山前很甘甜 山前它不是有水塔在那边 当你需要的时候 你才拿水桶去接 一接要接个数五天 它慢慢滴慢慢滴 那一桶水大概要三天四天才滴的满 那你拿那个桶子过去的时候 你不见得有材料可以用 你不见得有水可以喝 因为它还在滴 那你必须给它一个生产的时间 所以两种看板的使用方法就要来搭配使用 取决于你的上游 你的供应体系里头 它有很大的容量 已经现成的不是特定性的东西 是规格品 它都已经做好在那边了 那你就可以用印书看板来做 你需要就拿 另外一个就是非规格品 必须要特制的 因为你那个材料可以变成不同的样式 你来了我才做才不会浪费 那这种情况之下就叫做生产看板 你要给它一个生产时间的差别 所以有这两种 一个叫做随时可以补充 一个是要生产的 所以看板有两种看板 有了这两种看板以后 就是全部都是看板 看板我们叫超市 超市要做多当 记得我们前几堂上课讲过 我们的公司这个库存周转 夜高跟我们的出货率高低 有没有承证比 我们的准时出货夜高 很多人一下子准时出货要高 那库存应该要高吧 刚好缓过来 我们是准时出货夜高 我们的存货 我们的那个货物存放的夜少 夜灵活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超市要 越小 小到过用就好 我们不要把它放在那边 变呆制品了 所以那什么因素 会导致我们的超市 或者是我们客户那边的超市 的库存会比较高 什么情况库存会高出来 什么时候库存可以低 高出来的原因就是第一个 在供应方这一边 它的前世时间很长 比如说我要生产一个东西的 准备动作 我的化学缓硬 要24小时才要帮我缓硬过来的 我快不了 我的乳子要升温 我的热水乳液升温 要四个钟头才能把那个 整个大乳子升温升上来 那我的库存至少要 那个四个钟头的时间 要不然我升温都来不及 所以说你的前置时间 如果比较长的 交换时间比较长的 就会影响库存 库存就会增大 或者是你的自成不可靠 也就品质不稳定 我明明只要十个 但是你的品质不良力 有四成以上 那你要十个 就储存十个应该够了吧 就十个拿出来 只有六个可以用 四个不能用 怎么办 准备害处处 在最坏情况下 就增加库存 来保证过的良品 让我使用 既然你有四成左右的不良品 那我要十个 我就换个十五个吧 总可以挑出来十个可以用吧 那无形中 我的超市里面的库存 就会增高了 当我们品质不稳的时候 所以为什么品质不稳 是一个非常大的致命商 再来就是距离很远 一个在台北 一个在屏东 光这个应输 你再怎么快 也要四个钟头 你就没有办法 像隔壁一样 手顺手抓过来就有了 那记理页眼 你的库存 因为记理的关系 应输的时间 时间就长了 就等同于你的前置时间 也是很长的意思 应输时间嘛 好 另外一个会导致我们的库存 增加的原因在客户端 好 客户拉动的情况怎么样 它是批量拉动 它不是一次需要一次需要的拿 它是批量批量的拿 这样也导致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浮动 那这个浮动为了满足客户随时有 我们只能把数量增大了 才能满足客户的需求 或者是客户的需求 它不稳定 一下子高一下子低 那我们整个的库存也要增高 好 所以有很多间接条件 烘田市的看板 大家都知道 他们号称叫灵库存 灵库存 我常常讲灵库存是口号 是理想 不是存在你家就存在我家 怎么可能灵库存 只有一个地方灵库存 哪里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生产线是灵库存的 因为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科技很发达 它可以把质量变成能量 能量又变成质量 我现在想要轮胎了 轮胎的质量 能量就变成能量 就装在我的生产线上面了 但我这个轮胎不需要了 我现在是轮船 我要那个螺旋桨了 我要Propeta了 我要那个螺旋桨 我不要轮胎啊 这个时候它就把那个能量 又变成螺旋桨了 它就不是轮胎了 它是依照能跟值起变化 也没有时间空间的问题 在这一种理想之下 才有办法真正的灵库存 所以灵库存是理论也是实际 在什么地方实际 在极乐世界是实际的 在我们这个说佛世界 我不敢说永远没有 我这样讲这句话 永远没有那又太夸张了 因为以前芝麻开门 芝麻开门 我们以前讲什么 这是一言故事 怎么可能芝麻开门三洞就打开了 这我们小时候是不是讲 芝麻开门是是是公办法怎么可能 现在是办法吗 现在比芝麻开门还厉害 我都不用讲话 走靠近他就帮我开了 诶 那每个都开门 就不是没有手了 没有你要走靠近以后 诶你不开 我走靠近他就开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个雷射光照到我的眼眼球 我的眼球都波纹 跟你眼球波纹不一样 我用眼眼球辨识帮我开门 连讲芝麻开门都不需要 所以有没有机会 哪一天变成零库存 有 我们一直进步 一直进步 进步像极乐世界这样的高科技的时候 我们零库存就可以实现 在还没有到极乐世界之前 至少是有一件库存 在你在生产线前面下一件 准备好让你用的那一件 不是在你家 就在你的供应商那一边 而且会很快速的到你的生产线 你棘手可及的 至少有一件库存 你才有办法生产顺利 所以这个零库存 它虽然口号是零库存 事实上目前能够做到一件库存 就是顶级了 除非到极乐世界才有办法 零库存你思想它就出来 你说没有它就没有 从我这边想没有到你那边有了 那你那边就产生出来了 这个就是真正零库存的目标 这理论上是讲得通的 只是我们没那个能力而已 但是我们不能讲永远没有 这也是科学进步就进步在哪里 你有理想你可以去想象 所以极乐世界已经阿弥陀都做出来了 佛也不会骗我们 我们要朝那个方向来做 就像上一次我讲过的 我们现在电视可以看到可以听到 最早以前是只有只有听到收音机 现在电视可以看到从黑白变彩色 我说下一个郭台铭要做制造出来 一台电视机是可以闻到 主菜好好吃好好好香 从那一边的那个香味变成电子信号 然后传到我们家来 再把这个电子信号再总和出来 然后电风再把那味道吹出来 很香很香 所以将来电视机会有味道的 在我们的七孔里头 这个感光里面 从听到看到闻 我们同学有讲说能不能吃得到 这个要等闻得到以后吃到才来讲 要不然一步进步太快的话 这有点难过 极乐世界就吃得到了 OK好 所以说我们这个超市大小以火 这个喜结以我们这些情况 第五个就谈到了 收短换模时间跟小B量的运行 如果我们在生产线上面 一直在做大B量运作 我们的护存节奏很高 那我们也很想小B量运作啊 运作到我们的速度快到像客户要的那么快 你要A我就给A给你 你要B我B给你 我都不用换模 我最理想了 但是有困难嘛 现阶段里面真的有换模的问题吗 那我们要如何把我们的批量弄得最少 又不影响我们的效力 那就快速换模了 所以必须要能够配合客户的需求 能够混合式的生产 那这样的话我们要降低我们超产能的情况 因为超量生产是八个浪会里面最大的浪会 它会产生很多的后遗症 我们前面讲过 八大浪会里面最大的浪会就是超量生产 人家只要100个 你做了110个 因为以防万一嘛 10个怕不良品的啦 怕东西遗漏的啦 要 那如果做出来的结果都是好的话怎么样 还要搬印 还要去储存 还要去管理它 甚至下一次 结果型号变了 已经有形变 型号变了一下以后 这个旧的东西还要做修改 那就修改就等同一个不良品了 甚至到后来说 哎呀根本型号就改了 怎么样变成两年都不用了 呆制品了 要把它scrub掉 把它爆灰掉了 那就太浪会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超量生产 会产生很大的后遗症 那如果我们能够收短我们的化膜时间 那我们的前置时间就会收短 很快的就可以把东西做出来 那库存空间会减少 我们的再次品量也会减少 这个对整个经营架构里头 都会降低很大的成本 在文书作业也一样 如果你是银行的 你如果押积很多单子 你的客户会不会很抱怨 都送送线送那么久了 一直没有消息里面在干嘛的呼那么差 人家另外一家 这两个中途就知道答案了 哪怕三个月以后 你会通知他说 我这边利息比那边少1% 但是三个礼拜前 他已经跟人家对方签约了 因为人家已经核准了 你可以来贷款 而且每个月付多少钱 他算一算他也付得起好不好 就签约了 等你两个月两个礼拜三个礼拜算出来说 我这边也可以准许你来贷款 怎么样 你来不及了 我不要拼一拼又怎么样 我已经跟人家签约了 时间已经不容许你这样了 这个就是等同我们批量 你把它压积了以后 你的商机就减少了 所以如何快速的小批量的 很快的给客户答案 你商机就会更大 好 第六个 只对价值流程中 花出一个生产排程 我们管理上会产生一个乱象 就是太多消息了 一个工作人员收到太多的信号 那这样就麻烦了 如果你排程排得很复杂 到底我是听哪一个的命令 昨天说今天要生产 A先生产 今天拿到订单又说B要先做 然后另外一个指导人员跑过来 今天有个快键C要先插单 工作人员光在那边就昏透了 换膜刚换上去还没生产又换下了 这就浪费掉了 所以我们要如何让我们生产线很简单 比较容易了解说它生产的顺序 它就可以去准备换膜的准备 换膜要快它有先节条件 至少我晓得说我一个钟头后半个钟头后 我的排程是什么 我可以把可以在外面准备的动作先准备好 就像我们医生手术一样 医生手术可以很快的 因为他在开刀下去 把那个不好的东西拿出来 或是盲肠炎 种种情况很快 慢在哪里 慢在核对这个病人 是不是这个病人 不要开错病人了 人家开心脏 你把他开盲肠了 对不对 这个病人是开盲肠不是开心脏的 然后手术刀 手术房的准备消毒的设备 麻醉丝种种 这一些还没有真正把刀子划下去的刹那 人都还可以存活 你把它划下去 不对 好像这个划错人了 还划错位置了 开什么刀都不知道 我手都忘了洗手 这样麻烦可大了 这样是不是谁拉了很长 谁流不止就死人了 所以我们的换膜就等同为开刀一样 要如何在最快的速度之内 把那个刀口轰回去 那我们换膜就要快 如果能够预测 下一个或下两个的产品是什么东西 那你就可以准备动作 准备好以后 刀子一下 马上就可以收口 这样就可以失血最少 所以我们可以减少上游生产的 多变性 我们只要生产能够顺畅了 那个变化就会减少 差异性啊 不良品就会减少 所以只花生一个排层 非常重要 那为什么说只要从个地方 划出排层 会比较安全一点 我们看这个波纹 在我们推挤系统里头 越往上游便宜就会越大 因为每一站每一关卡怎么样 都会想说我安全一点 我们从这个图片来看 在第四个生产过程里头 他的波纹我们假设是一公分 他所需求大概一公分的高度而已 但是他们前一个制程 第三次是怎么样 我要保证能够满足第四 如果是关卡那一边是一公分的高度 我要生产多一点点安全嘛 那他就生产多一点点了 变1.5公分了 然后接下来他的第二生产过程怎么样 我要保证我第三生产过程绝对够量 从1.5公分的高度 我要变成2公分了 一样的到了第一个过程怎么办 为了保证我第二过程绝对够 我要比他还多一点点 而这个多一点变成2.5了 这样无形中大家看到那个波纹就越来越高 事实上需求多少 需求只有一公分而已 结果后面就变成那么 前面前制程就有那么多的半瓶堆子在那边 那如果我们用看板管理系统 看板就是你需求多少 我拉动多少 我被拉走多少 我就补多少货 那这样我永远都只有补我被拉走的部分 因为哪一个地方启动点就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他知道说我需要多少 我拉多少掉 而前面那个制程中 你我被拉走多少 我就补充多少 所以我的量绝对不会超量 但如果你是像我们上面那个情况都是从各个地方给他指令给他指派 那每一个站里都要多留一点点空隙 你为了防换后面的不足 所以说一定要在排程里头 只对某一个地方 只对某一个地方 对中节点那个地方做你的排程的一个管制站 那这个拉硬点 那这个拉硬点它有分成很多种了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图的下面的图 全部都是所谓的超市看板的做法 是很平稳 但是 世间没有那么顺利的事情 很多事情不是我想这样就想这样的 情况怎么样 情况会像这样子 上面那个图就像我们刚刚看的下面那个图 从后往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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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稳定啊 但是往往我们从后往前要 这个时间拉得很长 那我起变化怎么办 好 那我们下面这个图 就变成说我们假设 回来假设说 一二三四四个步骤 这四个步骤里头 为什么我超市放在第一个位置 后面两个叫做先进先出 比如说我们这个用制作车子吧 我车子的外形这个铁板 这个板筋 这个板筋一被冲压以后 能不能当做其他的用途 不行 那本来一个平板可以做叶子板 也可以做屋顶 也可以做车门 你既然把它冲压变成车门以后 它不能回去变成车顶啊 也不能变成尾巴了吧 那既然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就一路把它做完 你已经没有办法等了 所以这样这种就在下面这个图 你的生产排层就排在第二个作业 第二个作业通知的时候 我现在要的是车门还是车尾巴还是车顶棚 你既然这边往前面一申请 前面一做出来以后 后面接下来的所谓的成型 所谓的喷漆 所谓的那个组装 它就已经各自独立了 那我们这个时候就变成要先进先出 你既然来了我就先做 那先进先出跟酷 跟我们推系统很像 推系统跟先进先出 唯一的缺点就是生产单位 不能置顶决定你的生产的顺序 比如我现在手边上有五个东西要让我生产 习惯性你会被生产比较顺手的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二三四五个东西要生产 那结果生产一的时候 生产一完了 然后生产二的时候是不是又化膜一次 但我在生产二的时候 一二三四五这个东西 后面又排来一个二的东西 但我二生产完了以后 我要生产到三 这个时候看到后面还有一张订单是二 要不要把二那个订单先拿来做 这样我比较不用化膜就可以省下来了 一般人会嘛 顺便了 反正我这二已经膜子在上面了 看到二有订单进来了 为什么不先做呢 你一先做以后 你的三的行程就不对了 因为他本来就排好了 二三四五做完以后才能再做二 结果你看到二在后面先排上来了 你就直接把它生产上去了 就麻烦了 这样你的三四五的生产线就乱套了 这个就不是拉系统了 那叫推系统了 所以拉跟推 虽然你手上有很多东西可以让你生产 但是你必须按部就班来 二就是二 三就是三 等到二三四做完以后 你才能换回膜子做二 这样就不会乱套 好这个就是像我们修行一样 戒定会三写 一定要先写戒 你没有规规矩矩把解写写好 你不可能有定的能耐 跳来跳去的 你没有按部就班来 你没有按部就班来 你不能定 你就绝对不能开智慧 不要想说我要一路跳到开智慧 所以没有那么简单的 因为一定要戒定会三写 一步一步走过来 一样的生产线也是一样 你要生产线不乱要得到好处 一定要先进先出按部就班做 这个就是先进先出看板系统的一个体系 好我们走到看板系统的时候 会讲的更细 好接下来就是引导点的生产数量平稳化 在客户需求的时间作为引导点 减少上游的数量的波动 当我们已经有这个客户的引导点 拉动需求了 你就不会一下高一下低了 因为都有看板在做管制 都在管制范围之内 一切依照我们的剧本来生产 我们演戏是有剧本 你看演戏演起来很顺畅 为什么有剧本吗 我们到蔡奇到市场去没有剧本的 你能不能掌控这个戏演的好就很难了 因为某一个临时差一句话 临时跑出一个人来 根本不是你意料之中的就乱套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有标准作业指导书 做什么事情就是按部就班来做 这是生产线才能平稳 那引导线里头 引导点里头它有很多引导的一个前提 这个每一次引导是产生多少的量 我要转移多少量出去 要做多少排成 这个都不是固定的 依照现实情况来提供 最佳情况就是以客户需求时间为基础 如果你的生产换模库存能够完全跟客户需求一样 恭喜你 你几乎到了极乐世界了 也就是说你随时随地可以满足客户的需求 一件就是一件都没有完全多余的量 我们家里为什么会乱 大家想一想家里为什么会乱 是不是它东西很多 如果东西都没有空空的 我现在想要吃换 换出来了 换吃完了 换不见了 我现在想要喝茶 茶出来了 茶喝完了 茶不见了 这个空间有没有很大 有没有很干净 有没有很舒服 我们会乱就乱在哪里 什么都要 什么都要摆下来 什么都摆在桌面上最清楚了 所以桌面就乱七八糟了 所以我们最佳情况就是这个 土里面的Tech Tech Time 依照客户需求的时间跟数量 能够满足客户 这是最佳情况 如果不行的话怎么办 不行的话就是第二个了 多久我推送一次 我们生产线里面有没有板台 我从假设备里头 送到已设备 我不可能做一件就送一件吧 我每做半个钟头 或每做一个板台 或每做一个菜篮子 我就送到下一关卡去 这个我们叫做一个推次 一个推板 或者是定时的 我每一个小时往下送一次 总比我每一班送一次好吧 一个小时送一次 一天是送八次 这样数量会比较少一点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一班送一次 那一天走三班次的话 那总比三班送三次 总比一天把三班次的东西 一次送过去 整个厂房哪一个比较干净俐落 是最下面的一个 坐一个拿一个走 最干净俐落 最差的可能是一个礼拜送后一次 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礼拜的库存 那整个地方就乱七八糟了 所以我们这个图表就让大家知道 什么才是最干净的工厂一键流 如果你能够马上办完马上交建 我们叫做马上办中心 什么东西来你马上把它办完 你的工作台面绝对是干干净净的 你的客户绝对不会抱怨的 你的效率绝对是最好的 因为马上办 人家根本没有等 那客户是不是最满意 当然最满意 所以我们要如何把我们的提货 我们交货的顺序 能够在tech 如何在客户需求的时间里头 一次做到位 这跟念佛一样 念佛要不要等晚上有空再念 还是现在有空这一秒就先念 这一秒念一季 下一秒再念一季 都都坦了 等到晚上有空再来念的时候 晚上很累一季都没念 所以现在有空就赶快念 随时随地 既然在交件 随时随地有交货 这个货物才不会欠货欠太多 好 那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空田 精实化管理里面 一个叫平准盒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管制生产 也是管制所谓的应输的一个功能 这个板子 如果我们从左向右来看的话 它有分成几个种类 从上面来看是时间段 它每十分钟就是一个栏位 从纵向来看 就是多少产品 多少规格不同的产品 它用这两个纵向跟横向 来把它规划下来 也就是说如果要把东西送到各个生产线 我每十分钟一个间隔送到现场 还是每三十分钟一个间隔送到现场 那我要三十分钟送到一个现场 我们可以看得到 八点我要送一次 八点三十送一次 九点要送一次 那我应该要送多少货物 因为A在八点的时候需要 A在八点半的时候需要 那B八点十分之要 八点二十需要 那这样的话的数量写在卡片上 那我只要送卡片上的数量 在每半个钟头把四张卡往里面送 比如说我那个从八点半到九点钟 那我送的只有三个卡 依照需求来递送 这个叫做平准和平均标准化的供应看板 看板就是材料 我材料的供应方法是依照生产线将要消耗 我补充 这个卡片回来了 他是几点回来的 我答应他回来的卡片 周久之内要回去给他生产线 那这样生产线才不会切掉 他一个循环的 一个循环的 好 那引导线里面 我们要分合的来平均化生产 我们看下面的ABC ABC这个写法 就是我们一样是生产线 不要把它A生产一堆 B生产一堆 C生产一堆 那你要一堆一堆生产 你的前置时间就会浪费 当然你ABC ABC这样生产 你的换模速度要够快 要不然换模速度 会把你吃掉你整个的生产能力 所以要比较符合客户的需求 要弹性化的生产 减少超量生产 前置时间要缩短 库存会降低 所以这个是有前提条件 怎么样 换模速度要够快 我们以前曾经有一台设备换模 必须要换下来要两天 两天又两个钟头 所以我们库存每一种单向的库存 要库存三个月 要不然根本换模 设备只有那么一台很贵 都过来的 那我们变成要换模时间很长 那就把东西打多一点 经过快速换模以后 可以在22分钟把这个模子换好 因为有很多外面 就是机器还没停的时候 可以做准备的动作 把它准备好 机器一停 马上把这个磨夹具往上一堆 然后卸下来 慢慢在旁边再拆吧 机器生产赶快生产 这样一来一回 从三个月的库存 变成只要三天的库存 应该库存量降低多少 所以这个要很多先捷条件 才能做到这个目的 所以我们要能够混合生产 混合生产 我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红的字 这个字我特别把它标出来 这个是由な every path per every date every window 叫做eYouP1 EP这个字眼在整个VSM 在整个价值流生图里面 会常常看到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眼 就是说每一个零件 多久它将会被生产一次 以前是多少天才生产一次 最新的办法处理完以后 快速化膜以后 有看板管理以后 它可以快速到 每几分钟生产一次 或者是每几小时生产一次 那这样意味着 我的库存可以降低到 多少小时的库存就够了 记得我们谈到 人家好的工厂的库存 是今天进去 今天出来有250次吗 如果你可以做到半天一次 那你的库存单位是500个多转力 因为你早上进来或下午出 下午出来或是明天要出 这样是不是比它快了半天 好 所以 AV plus per AV date 或per AV window 那这个就是你的快速化膜就很重要了 你的换模时间就是要非常经常的换模 换模速度要很快 才有办法得到这个目的 当你到这个目的的时候 你的资金 你的现金流 就会体现得更漂亮 因为你几乎没有 放在地上的东西 随时金钱都在流动的 好 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还是要看到 关注我们的主要效能指标 这个目的是让企业家能够好好赚钱 好好把我们的企业家的精神培养出来 如果企业家每个都慈善家 然后各个都是亏钱 我们这个大燕子 就越开越小了 人口 人丁就不兴旺了 因为没钱养活了 所以我们会让大家能够赚钱 让企业家能赚钱 才能把我们这个家文化培养起来 那所以企业家赚钱 凭什么 从安全 今天来个火烧 还有什么财产 都烧光了 所以永远都是安全第一 生产过程里面有人受伤了 那也都不是好现象 所以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 我们的效率指标 第二个就是品质 我们买东西都要买好东西 但有不良品的时候 会不会拿去退货 会吗 拿去退货等不等交货 没有交货 你交了又退回去了 所以一定要品质排在第一位 然后有了品质以后 才是真正的交货 有没有满足客户的交货日期 依照客户要的日期来交货 最后才谈到说 我要如何的在合理性的降低成本 如果我们没有去量测他 我们就没有办法改进 没有办法进步 我们人生也一样 如果没有去衡量 如果我们都比坏人 我比他还好 我比他还努力 我比他还孝顺 我们从来没有去比孔老胡子 没有去比顺 比谣顺 以他我们比都是比烂人 那这样的话 我们有进步的机会吗 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指标 怎么样 要一百分完美完善的完人 温良公俭让 以孔老胡子为标准 来比较一下 我做到没有 人生才有改善改进的空间 如果我们人生本身都没改进改善了 那完了 那我们就没机会了 所以第四个就是改善的领导力 我们做任何事情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领导力 没有一个长眼性的布局 是不可能成功的 把我们人生规划 我们最后到哪里去 我到极乐世界 大家都这么讲 极乐世界去得了吗 有几个有把握的 大家讲到 我们要去哪里 极乐世界讲很大声 有没有把握 又很小声了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没有规划 没有心心嘛 没有规划 企业也一样 企业要成功 哪一个不想成功 不想成功还有人开企业吗 就是为了要成功才开企业嘛 然后你问他你保证成功吗 他要说五十五十 没有把握 那不是很危险吗 你在开玩笑 对不对 你带着 大家往哪里走 所以领导力非常重要 我们要能够部署 我们的工作时间 修行时间 应该怎么的做 每一个步骤 每一秒才没有空过 才会真正得到效益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指标 我们的那个效能指标 看得很清楚 我们带人处事 温良公点上 有没有做到位 然后我们的孝顺 有没有做到位 我们的恭敬心 有没有做到位 然后如果没做到位怎么办 赶快做改善 我们要如何做 我们的改善计划 我什么时候要听地址规 什么时候要听无量寿经 什么时候了解了环视讯 从我的地址规开始做 从我的泰山感应篇了解英国 最后要了解我的十三夜报 然后真正念佛 把心完全清静 一接一接上来 如果你没有这个准备 光喊口号有用 喊口号就没用 所以我们要非常有把握的说 我能够往生 有把握 为什么 你有步骤 我们要信解行政 我相信我能够去 我道理通达了 我解释通了 我要去行 要去做 不好就改 不好就改 我们改善改善 我们就改过 改过就改善 一样 把错误的改正过来 修行 修正错误的行为 在我们工厂里面都一样 工厂常常换错误 没关系 不要换同样错误就好 换错误改过来 不要换同样错误 就不会换同样的浪费 这样一来以后 我们就有机会 达到我们的目标 工厂可以赚钱 这辈子有所体悟 这辈子能够到极的世界 有把握 这个才是真正的改善的功能 好 有了这个基础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做 我们的未来图了 上一次我们有做到 我们的现况图 现况图就像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我们现况图跟未来图的差别 就在这几个步骤里面就要完成它了 那我们在画自未来图的时候要考虑的 他把要考虑的几个步骤 先提纲写领的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这几个步骤就是在画自未来图的时候 必须要考量的 第一个要考虑到客户的需求时间 我们刚刚有没有提到 一切都是我要的客户吗 那我们的客户是谁 使用者 下一个使用者 不是真正最后用完那个人 至少是我的下一张 那我们人生的客户是谁 是阿弥陀佛还是自己 自己 你这一辈子你的客户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为谁服务 为阿弥陀佛服务 阿弥陀佛是谁 是阿弥陀佛还是自己 自己就是阿弥陀佛 你现在是迷腐的阿弥陀佛 要把它变成清楚的阿弥陀佛 一样是阿弥陀佛 一个不清楚一个清楚而已 你这辈子你要如何服务它 你有多长的时间 有的人摇头 不知人 六十年 七十年 八十年 十八年 百二年 告诉你答案有的 当下这一秒 客户的需求时间 跟我们念佛一样 就当下这一秒 take time就是当下这一秒 你这一秒有没有阿弥陀佛 有 恭喜你 这一秒你就是阿弥陀佛 这一秒你忘了念阿弥陀佛 你心不在阿弥陀佛里面 你心就是众生 就是迷徒佛 那你就这一秒就空过 你就没有交货 你有交货吗 有交货阿弥陀佛 有交货阿弥陀佛 交货阿弥陀佛 念念都是阿弥陀佛 念念都完成客户的需求时间 所以要会交货 不是等于 哎呀我百年你 八回你 然后交见 那个太久了 那个交货一直没交货 当下就交货 随时交货 交货的远远满满的 就是会交货 这是客户take time 以我们的产品来讲 也许客户要求一分钟做一个 也许要求一天做一个 也许是我们的档案 保险订单 每五分钟要接一个单子 这是客户需求五分钟要完成 要不然客户就会抱怨还要等 那我们这辈子的人真目标 不是霸会你咬 不是百年之后 是当下这一念 就是阿弥陀佛 要会用 第二个价值流程 只建立在成品超库为止 或者是可以一直贯穿到客户的订单 讲快一点 是能不能一键流 从头就直接做到完 然后到客户要的 我们就马上做 要不要考虑到 刚刚我们想的 是生产订单 是生产看板还是运输看板 如果我们的货满满的 我们随时可以当运输看板 就像念活一样 我们念活的心是扎实的 那就是运输看板 我们满满的阿弥陀佛的心念 如果你阿弥陀还怕混 念这个活还不是很扎实 那还在生产看板当中 就麻烦了 还在奎业 什么是界定会 什么是信念型 还在那边考虑这个考虑那个 那还在生产看板 时间就比较长一点 那就没有办法 昏昏秒秒都能往生 如果你已经到了 应输看板的阶段 随时随地阿弥陀 可以走了吗 走 那就是应输看板 所以阿弥陀来了 要大家走 愿意马上走请棘手 我说不错 五六个 七八个 这边算起来 十来一个 我们曾经用这个考试 阿弥陀来了 说要走 要不要走了请棘手 我去问我太太一下 我回去把那个事情交代一下 我那个订单把它处理完 我就可以跟阿弥陀走 我说这都走不了 阿弥陀走就是刹那 这一秒是要走了 准备好没有 好走 所以说 这个就是应输看板 随时准备要应输了 那如果还在生产看板 就比较麻烦一点 还要等一下 还要看看 那这个就麻烦大了 所以要如何能够一键流 随时准备出货 在哪里可以执行一键流 这是我们整个的关键点 所以随时随地准备流动 就像我们协议循环一样 我们协议循环 流到我们脑部 有没有停滞时间 这一分钟停止流动不到脑部 就中风挫在那 对不对 所以随时随地都在一键流 随时随地在流通 所以阿弥陀佛这个不能断 我们的后也不能断 一键流一直在流 好 哪里是引导点 在生产线里面哪里是启动点 生产线里面是客户的需求 哪边最明显不会乱套的 那个就是引导点的地方 那我们人生的引导点在哪里 自己要不要去其他世界 要 那个就是启动点 如果你的心念想说我要去 那引导点就已经起来了 那个当下你也没有去 你要去那就对了 所以这引导点就很重要了 有的不晓得引导点 阿弥陀佛来我就走 阿弥陀佛没了我就不走 永远走不了 因为阿弥陀佛从来不来过 因为他来你也不知道 是你要自己先动起来说 我要去极乐世界 这引导点很重要 交通工具 对 交通工具就是你的念头 你一念头 这念生真那就起了 你更不用担心了 提到这个 这就有看到一个文章 那个文章讲的 我觉得这个蛮贴切的 问一些 那个旅行家 地理学家 请问 从伦敦到罗马 要什么样的路线 是最简单 而且比较容易到达 大家摊开地图 用GPS 查得要死要活 哪一条路线最容易到 你们知道吗 有人带你去最容易到 懂吗 我们到极乐世界是恶利法门 极乐世界在哪里 刚刚他问还要叫什么交通工具 哇还要找 阿弥陀就在前面说 要去了吗 要 坐在莲花上 然后就过去了 他带你过去多轻松啊 还要自己去找路 还要自己找交通工具 从伦敦到罗马 是坐船 坐飞机 还是要坐我们的那海底隧道 哇 这很复杂 还要买车票 还是阿弥陀来带我们去 比较简单一点 所以有人带路 是最简单的路线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 我们要怎么的去 启动点 启动了怎么去 信宴行 你有没有相信阿弥陀佛 你有没有相信 你的人生的总目标在哪里 你有没有深信 切宴 你有没有真的想去 还是只是嘴巴说去而已 你信 信深 切宴 都很深宴 好了 那你就可以行 怎么样 好好念 随时随地 准备走 好 接下来 那哪一些不连贯的地方 我们就要用拉系统 用看板系统把它补起来 事事无常 我们想不想 一辈子马上成活作主吧 成活菩萨 想 但是一辈子 我们要能够断烦恼 要能够那么 明心见性很难 怎么样 我们到中途岛去 中途岛在哪里 就是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还没成活 不是想做到极乐世界就成活 你去的那个撒那还没成活 是去了以后 阿弥陀佛帮 活光帮你普照一下 就刚刚同学给我讲的 相光世界 相光帮你普照一下 你就成活 你去那个撒那你还没有 中途岛很重要 所以当我们没有办法一气呵成的时候 就靠拉引系统 怎么样 靠看板 靠看板是一个指标 我有这一个方向性 我能往这边走 我就绝对不会走错 你性就性到这个层次 你就不会走冤枉路 所以要有拉引系统 来把我们整个体系 拉伸在一起 我们才不会走错方向 好 那再来就是在我们拉引系统里面 我们要是排油层的 先进先出 还是要混合生产 还是要平均标准化的生产 这个企业 以我们现场的情况来做决定 好了 第七个 为了达到未来的现象 我们要执行所有的改善功能 如果改善不做 那就没有办法完成我们的目标 第八个 优先次序是什么样子 改善优先次序的 不是随便做 随便做就会护墨倒置 一定要有优先次序 好 接下来这堂课就会讲到了 如何的把价值流程图 未来图很快的把它画出来 那如果你上一堂课 你来听那个现况图的话 那可能会比较累一点 但是我尽可能把它能够补回来 好 那这个图会很快 因为我们比较少在现场生产的人员 所以看起来听起来会比较模糊一点 但是我还是试着把它讲述一下 如果说有一些文书作业的能够套进来 我就在这个时候顺便把它解释一下 什么文书作业的情况 首先我们先要了解一些所谓的符号 未来图的符号 我们上次看的都是一些现况图的符号 未来图的符号 第一个有supermarket就超市 我们以前叫推挤的方式 很多很多东西都是往下一站推送 那这个叫做画符号 那全世界都统一了 我们才不会画错 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种提起啦 先进先出啦 first in first out 上面要写说总共有多少的数量 好 然后爆炸符号 就是说我们要有改善的机会 好 然后再走上角 这个叫做生产看板 一般就是一个空白的 运出看板 里面有斜线表示有货物在卡片里面了 就可以运出来了 那三角形的就是讯号 讯号看板 好 然后看板放在哪里 好 再下来一个就是所谓的批量 批量生产的一个符号 好 那个对对绰绰不是XO9 对对绰绰就是说连接叉叉 就是混合生产的意思 混合生产 最后一个就是看板的路线 它应该怎么走从哪里到哪里 从什么生产批量生产 然后再看板回来 好 这是一般看板的标准符号 但我们现在不是考试 我们就是看懂就好 以后有机会画 我们再好好去了解它 好 第一个 我们把以前的旧的这一张拿出来以后 那这一张拿出来 首先我们刚刚讲的那八项原则 第一个客户的需求时间是什么 我们整个的做益流程 就是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 所以我们要能够算出来 客户的需求是什么 那客户的需求跟现况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所以客户的需求 take time 它还是60秒需要做一件产品 好 先把我们的定义 需要什么东西 目标是什么 先定义出来 我们要工山 要爬到 爬登顶 总要一个目标点 什么时候我们走吧 走去哪里 那怎么走法 所以我们第一个 要把方向性先定好 好 第一个 第二个 那价值流程里头 是到成品为超市为止 还是到客户的订单 但以客户订单为原则 如果你只是说 到我们的仓库就算完成了 那这样跟客户就没有连结在一起 所以我们最尽可能的就是说 到我们客户端 到出货那一边 客户可以随时把货提走 我们不是叫做运输看板吗 客户来就把货拿走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 那我们能不能在这一边 把它这一个超市 对不对 做个超市 那我们就是怎么样 客户随时来 随时可以拿走 不用再等待生产了 好 那以前 以前是库存 库存跟超市有两样 看起来都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就有一个口诀 也是秘密 不要跟人家讲 就是说康老师喜欢吃水饺 有水饺不吃面 有面不吃馒头 有馒头不吃饭 这秘密不要跟大家讲 事实上要大家记得 这个秘密什么 下面才是 第一个 能够一建流 就不要做超市 能够做超市 就不要做先进先出 能够做先进先出 就不要做库存 我们一般来讲 工厂里面是一定有库存 所以如果你有库存的情况之下 要想办法把它往上进一招 接进一招什么东西 就是先进先出 先进来的货 先进来的订单 一定要先制造 先把它销售出去 当你能够先进先出 再进一招 最好能够做超市管理 那如果你能够超市管理 能够再往上进一招 就变成一建流 就尽可能的情况之下 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办法 做到一建流 才做超市 绝对不要有库存 在先进先出 跟我们的库存 超市两个 两个很难去左右 哪一个好哪一个坏 但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如果可以 我要先进先出 先进先出 绝对比超市还要少库存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我喜欢吃水饺 就等同于 我希望大家都是 全工厂都是一建流 第二个 如果没有水饺 面也不错 也就是说 如果能够做到先进先出 也行 虽然没有一建流走过去 但是你先排在这边的 就先做 总比货排在那边 还前后顺序颠倒了 还好 你先进先出都有困难了 那不得不 那不得不我就建起一个超市来 把货放在架子上 让我要提起的时候 有货好提起 不会切料 最后最后就变成库存了 库存就是有很多货在那边 我要先做哪一个 后做哪一个都无所谓 而且那个货还不是我要的 都已经被送进来了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一建流的话 不得不才建立超市 这是第一个 好了 有了这个基础以后 我们再看看 那整个过程里头 哪里可以执行一建流 我们刚刚拿出这个表格 这个就是当时在做 现况图的时候的人力分配表 有多少人 有多少动作要做 它包括板筋的 包括机械加工 包括焊接 包括这个组装 总组装 每一个人要花多少时间 去做多少的事情 它这个转表在这里 那我们来看看 哪里可以做一建流 我们这个 冲床冲压这边 能不能做一建流 它是不是速度很快 它一下 一秒钟一个 那你一建流 下面能够连着起来吗 好像很困难 它太快了 这边好像不行 不能做一建流 那这边不能做一建流 那哪里可以做一建流 我们引导点应该从哪里开始引导起 这不从后面 还是从前面 我们拉 所以一般来讲 如果你不晓得从哪里做起 你就从后面开始拉就对了 你试着把后面拉起来 因为我们拉动跟推动哪一个顺 拉的顺 我们也要到极乐世界的需求 我们那个拉动我们的需求 天天要练火 好 有了拉动现象 那我们这个拉动现象 哪里不能连贯 我们就用 用拉系统 用超市把它连接在一起 刚刚有没有讲到 我们的冲床那边 能不能一建流 不能一建流 那不能一建流要不要做超市 对要把它做超市 把它后物把它储存起来 因为你既然不能一建流 我要批量生产 放在那边让后面来拉 那我就要做一个超市在这里 那当超市有了超市以后 还需要这个工作指令吗 工作指令是我们MRP电脑 跑出来的时候 你这个生产速度 生产的顺序 那有超市什么 超市被拿走 要不要补货 那既然你知道补货了 那你还要不要人家通知你 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东西 就不需要了 所以这边就不需要了 你就不需要 所谓的每一个礼拜可以 必须给你生产订单 因为你知道你需要 就像我们念火一样 有没有人要提醒你说 要念火要念火 还是你知道说我人生要念火 要不然我就超市被拉空了 我的福报被拉完了 要不要再补货 补货要人家通知你吗 不用 赶快赶快补 随时要补 只要有消福报了就很快补货 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好 有了这个基础以后 我们看看 哪里可以执行一线流的地方 我们这个机械加工跟焊接 我们有没有组织重新改变一下 可不可以把机械加工的公寓段 把它混在一起 能不能多功能的作业人员 我们念火的同时 能不能顺便修善 还是念火是念火 修善是修善 念火是念火 孝顺是孝顺 公爷爷奶奶放在旁边 不管我要念佛菩萨就好了 他是一体的 能够放在一起 就一线流 把它一次做完 好 那一次完成像什么样子 好 这边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看看 这两个地方 是不是要把它变成 一次完成 那既然一次完成 什么东西会消失 还需不需要这一个 那个中间的库存 你同时做过去了 要不要库存就不需要了 那你还要不要一个 另外一个工作指令给他 也不需要了 只要一个指令就可以了 这边就没有了 对不对 好 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是不是这两个 这两个可不可以做一键流 当然可以啊 出组装跟总组装 能不能在一起组装完 而且还可以解决一个问题 那个时间不过的后面那个人 可不可以帮忙一下 好 这样我们的时间更充裕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这边 把它组合一下 看看像什么情况 好 当我们把这个 又变成一键流了 那什么东西会消失 中间那个库存会不会没有 也不需要了吧 那那个工作指令 需不需要那么多个指令下来 也不需要嘛 对不对 这就不需要了 好 那这个程序完成以后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上次有讲到吗 他的时间是要39秒 一第二站焊接46秒 初组装62秒 总组装40秒 总共187秒 是完成整个动作的时间 那人力本来是安排几个人 每一个工装夹具那边都有一个人 本来是四个人 本来是四个人 那我们需要多少人才是真正的人数需求 这个科学印证的 我总共需要187秒钟 然后客户每60秒需要一键 那所以我187除以60秒的话 等于3.1个人 我能不能把人批成点一个人出来 那3.1个人我们是安排四个人还是安排三个人 那安排四个是不是有点浪费 那0.9个人浪费了 如果我们努力一下能不能把三个人做完3.1个人的工作 这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我们目标朝三个人来做 把第四个人把他省下来 好不好 那怎么省法 那如果说这样的话 我们要把他全部加起来 四个人把他变三个人 你每一个动作没有把他混在一起的话 是不是就有困难了 能不能把他从机械加工焊接 刀瓜出组装 总组装都把他混在一起来做 反正用人工的 朝这个方向来做 就可以三个人可以做完了 因为总时间是够的 好 那我们试着这样来做做看 理想 重叠在一起了 机械加工加焊接满60秒 刚好客户的需求 再来焊接再加出组装 又是60秒 出组装再加总组装 结果我们发现了时间更省了 为什么 也许我们的这些重复的 拿起印输堆放的时间 节省下来了 可以省下了五六秒钟 比原来的七秒钟 又省了七秒钟 事实上不要180秒 只要一百七十几秒就可以完成了 而这个动作变成省下来了 好 结果会像什么样子 好 我们刚刚看我们刚刚这个动作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整个放在一起了 但整个放在一起以后 什么东西可以节省下来 是不是你的命令 每一个礼拜的指令 那一些 花指令要不要工程 要不要花工时去花指令 要不要去做印算 都是成本 有没有库存在里头 都可以把它节省下来了 对 这样我们就不需要花指令了 也不需要再花这一些库存了 有了这些节省下来以后 它中间有没有多了几个动作 有没有爆炸符号 我们如何才能让它又节约出时间来 又做得更好 它需要做所谓的快速化模 它需要做所谓的标准作业 有品质不良的地方 需要做把品质稳定的这个改善 这样我的效能才能产生出来 不是说因为你把东西移过来了 然后效能就出来了 因为它必须有这一些标准作业 有这些快速化模 有这一些不良品的减少 让你缓工的机会减少 所以我们的加工时间才会节省下来 好 有了这个基础以后 这个图是不是像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看它整块的 整个区块 这边是一个区块 这边出货的区块 这边是我们的来料 那个的区块 那我们把它整个把它变成一块 看看这个 这样不这样 这个还是冲床冲压 冲压完以后是不是有库存 我们的用看板来拉动 对不对 有超市 这是我们的整个机械加工过程 变成小工厂了 从头到尾一进来 全部倒材料出去了 到最后又放到所谓的看板区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出货了 直接给客户 像不像这个样子 就是未来头的样子就很像了 这还包括 这还要增加很多很多的改善 改善的机会 有了这个基础以后 我们中段的这个冲压 我们是不是要用我们的超市 来把它拉材料过去给我们的生产线用 所以他要把每次拉来的60件 然后他就一直拿一直用 循环的循环的循环使用 送货 这是看板法怎么样 有没有货物在里面 有叫做印输看板 还记得吗 如果生产是空白的 他已经有货了 他是印输看板 然后他就拿过来用 用完以后再去仓库这边 我们超市这边再拿 一直循环使用 所以我们这一个需求就一直在转 他转了以后 我们的超市这边怎么样 我们的冲床这边是随时 你拿走一片 我帮你冲一片 还是批量生产 冲床是批量生产 他不可能一件一件做 所以冲床是批量生产的 我们看看 他就像这个样子了 他也是一次被拿走60以后 他补充60 但是一次做60件 他是不是一分钟做完 就换一次膜子 换一次膜子多久 一小时还得了 那我冲一分钟 休息一小 换膜一小时 那这个机器还 还够我生产需求吗 这不够了 对不对 就变成换膜机了 不是冲膜机了 所以这不正常 好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拉引的效果就出状况了 如果他这个要拉 拉不动的话怎么办 因为怎么 因为他要换膜 他换膜就要一个钟头 那我就不能一次一次一个看板的生产了 我要批量生产 我多久换位之内EP1 我多久生产A零件 多久生产B零件 多久生产C零件 我要一个循环的生产时间了 我要批量生产 好 那批量生产像什么样子 如果把看板换成批量生产的话 他就变成这样子 三角板 我一个三角板里面等同于多少的一个六十件的小板子 我每件掉这个三角板 我一次就生产三个五个的这个六十件的看板 这样我才划算 要不然我不划算 因为冲床速度很快的 等下这叫批量生产就出来了 好 有了批量生产 接下来 我们看看 批量要多大 做一个礼拜的 做一个月的 做半天的够不够 都不对 所以他经过计算 他大概要1.5天 也就是说 以这个计算看板的天数 EP1 这边我暂时不跟大家解释 我们等下面我们还会解释 在快速我们的时候 EP1里面就是说 他有计算可供你换模的时间多长 跟你要总共要生产多少数量 加上你这个设备的可用的时间多长 这三个之间的关系换算出来 得到了1.5天 好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暂时就不跟大家解释 等快速换模再来解释 1.5天怎么算出来的 这个叫EP1的时间 EP1 1.5天一个半次 我一次生产就生产1.5天的 各个产品的需求 这样我换模时间才够 这边我就先解释一下 EP1在这边就非常有用了 以后我们再上到EP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是在价值流程里面 没有讲到那么细 它是一个很粗犷的 了解一下病态 好 那这样为了我们平稳化生产 混合生产 那引导点这边生产派上怎么排 我们生产不是我们那个又是机械加工 又是组装 又是焊接 那这边总要一个生产排场 我要哪一个先走哪一个后座 那个对对错错 那个混合生产要怎么生产方法 来看看怎么生产 我是不是我有一个超市了 出货这边来我超市拿货 拿走了以后 他拿是一次是拿一个看板拿很多 他一天才出两次货 两次我是不是会拿很多 拿生产工厂需要的半天的量 所以他一拿就会拿走很多了 所以他起量 他不是单纯的起一卡而已 他是批量式的卡片里面东西被拿走了 所以他的空卡会批量式的回来组装线 是不是像这样子 所以空卡有24个24个24个空卡 就直接很大批量的 一批一批的回到了生产线 好有了这个生产线的基础以后 那这样我们要看出来了 那我生产线要怎么排定 他就几个步骤了 第一个你是有空卡 一堆一堆的A产品回来了 B产品回来了 C产品回来了 经过计算以后 我们知道说 我这个混合生产 在生产线里面的排成 要哪一个先做 哪一个后座 依照看板回来的先后顺序 我就依照那个先后顺序来做就可以了 因为这边也算过了一批一 我整个生产能力 因为换模时间几乎没有 很短很短 十分钟而已 那我可以利用休息时间来换模 不影响我整个产能都可以 所以他就粗略的不算换模十分钟的问题了 他就直接排成变成混合式的生产 所以大家没看到 第一个动作是从 他拿了货给供应商出货了 上卡车 第一个卡片空卡片出来了 空卡片出来到了这个生产线上 他跟他讲说 我卡片里面也有夹 也有鱼 也有饼 也有钉 各种不同的产品 到这边就混合的把这个需求排上来了 混合生产需求 有了这个混合的需求 然后他到生产线 生产线 依照这个混合生产需求的要求 先进 要不要先出 先进了卡片 他要先让它出去 然后他就要先来 冲压这边拿材料 来这边生产 直接就上了我们的超市 然后什么先到的空卡片 什么就先做 先补充回去 他这个行款就变成 第一个 拿了空卡 空卡回到生产线来排流程 流程排完以后生产 生产进了超市 超市又被拿走 它是一个循环 这个就是整个 机械加工线的生产流程 它是因为有被拉动了 只要出货这边把货拉出去了 他这边产生空卡就可以生产了 如果没有空卡 他就不能生产 他就在这边 有了这个基础以后 我们来看看 哪里还是要建超市 我们说超市不好吗 库存不好吗 库存不好 能够建超市 超市跟库存的差别在哪里 我们那一天 有没有做表演 人力表演 超市会不会过量 不会 如果说用推送会不会过量 一直送过来会不会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库存 这个一直推送的把它变成超市 至少是在一样是库存 但是在我们的管控范围之内 好 那哪里 这边可以做 我们的材料表 整个进场材料 是不是两个礼拜进来两天 如果我们可以跟厂商讲 厂商方便每一天送货好不好 是不是比送来三天的货好 我的厂技术更节省 我资金也更活泼 所以我们希望厂商每天都送货来 他不要 不要那个那么大的量 那每天送货我库存有多少 是刚好一天还是一天半 要不要安全库存 要安全库存 一般是百分之二十的安全库存 所以他这边写到 就有我的整个库存量 大概一天半 然后他这个是每天送货送过来 不是一个礼拜两次了 改成每天送货来了 然后我的看板卡 因为这看板卡 不能放到外面厂商去 会搞丢 在家里的收货中心那边 会有一个放看板卡的地方 但我这个材料用完了 我要把看板卡丢出去 我们生产单位去通知厂商 送材料来给我们的同时 我把这个空卡 挂在我们的收货中心 等货物一来 卡片跟货物并在一起 又回到原来的地方 所以这个叫卡片 闲挂的地方 好 这个就是所谓的材料 进来的情况 就变成超市了 就不是库存了 我用多少 你才补多少货给我 不是一味的一直依照订单 把我后送过来 好 有了这个基础 那个时候我们还需不需要MRP 还是不需要生产管制中心 不需要了 因为我们全部都是拉动 反正你有需要你就把我拉 你拉了以后我就做 你做的时候要材料 又来这边拉 你一拉以后 我这边就要做 我这边做需要材料 我就把卡片丢给供应商 供应商再把信号给供应商 供应商再把材料给我 是不是等物料就动起来了 那供应商这边的资料 是依照卡片出去的 还是依照MRP 电算单位送出来的 依照卡片 我消耗多少就补多少货 我没有消耗就不要补货 所以它是从卡片过来的 那我们根本就不需要 所谓的MRP的单位了 不需要帮我们试算 帮我们排生产流程的单位 好 再看看 有哪些工具 必须来完成才有办法 做到未来图 这些爆炸图 比如说看板管理 看板处理 在我们库存周转这一边 在我们的整个生产过程的运作 快速化膜 还有我们不良品的稳定性 还有我们的标准作业 这边也需要一个库存管理 库存管理里面的看板卡管理 这边需要一个标准作业 这边需要一个快速化膜 因为它本身两个钟头花 一个钟头花膜蛮浪费的 能不能更快 我们的EP更快的话 那我们的库存量就会减少 这样就可以 也许从一天半变成半天 一天都有可能 好 这个就是利用我们的 所有精实的工具 来做改善 不是单纯的把图画一画 是真的要去做改善 才能得到将来的未来情况 如果你不做改善 光说不练 啊 极乐世界很好 我也想去 你一天认多少 都没有 去得了吗 保证去不了 因为你都没有在做改善 没有在做怎么去得了 讲那一大串 根本就没有在做 所以一样的 我们的未来图 如果你没有做改善计划 没有把改善计划 真的去执行 不可能有结果 有了这个基础以后 我们改善工具里面 就很多了 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往后几节课 都会谈到这些工具的 第一个就是标准作业 标准作业是所有的 精实制造里面的 最重要的一个工具 跟我们的作业标准不一样 标准作业包含作业标准 作业标准不包含标准作业 我再讲一次 作业标准 不是标准作业 标准作业事实上就是 烘田金石系统的一个总名称 所有的工具都要放进来的生产过程 各种状况只要让我能够省钱的 都被统规称为 标准作业 但是我在生产过程 第一步做什么 第二步做什么 第三步做什么 这个叫作业标准 作业标准是死板板的 然后标准作业本身是活泼的 它必须因此因地置疑的 而且可以改变的 一直在改的 好 这是一个 第二个叫做VRK 就是变异性的减少 我们品质不稳定 就必须要靠这一个的 把它稳定下来 这个事实上是 6S6标准差的历代的功课 因为我们还没用到 所谓6标准差里面的高端的 就是实验DOE 实验计划法 实验计划法 就是在不同的很多问题 都未知的情况之下 来假设 来验算 有一个做样品的过程 来验证 比如说我们 我有三个不同的零件 它有三个不同的规格 有上线 中线 下线 而这三个零件里头 我要做几次才能试验出来说 到底是中线配上线可以 还是中线配下线将会超标 如果我们用标准方法来做 它是不是三乘以三再乘以三 要27次才能做完这个模型 但如果你用DOE的话 也许八次就可以做出来了 因为它有一个相关性 经过试验以后 你不需要做那么多次的试验 你只要做八次 它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因为答案也一样 它证明 因为统计写证明给我们看 我们不需要那么的麻烦 这个跟我们念佛一样 为什么要念佛 念佛就能往生极乐世界吗 你们证明一下 祖师大的已经证明了几千年给我们看了 你说我要证明一下 证明说念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我才念佛 你去证吧 证到你撬辫子的时候 也许还没证到 就像我们这个 那个六sigma六标准差异 人家跟你讲说 这个两个 两次 两次 两次围 然后有八个不同的零件 总共算起来 要做200多次的这一个试验 高中配 配中高 然后怎么配 怎么配 要配200多次的 你只要配64次就可以达到答案了 人家统计写就跟你讲了 证明出来这个公式 你说我不听 我要试试看 你就去试咯 我们又不能讲你错 那你试试当会时间嘛 因为人家证明说 那么多次里头 有很多都是重复的 因为那个 你试了这个 那个就可以不用试 一样的 念佛法门 祖师大德当会证明了 万修万人去 你说是吗 那我试试看 我不修不去可不可以 那你去修咯 人家统计道德讲万修人去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我也没辙 所以这个就统计协里面 我们就站在忌人的肩膀上 比忌人还要高 你不要自己想要先练成忌人 来跟他比高何苦 直接站上去不就得了吗 我们就利用这些原理原则 去把那个不稳定的现象 把他起立下来 那六标准差里头 他有两个很重要的工具 一个就是叫做历代的标准差 一个叫做黑代的 黑代的DOE 他本身讲的就是讲很多变数 很多不稳定 把事情复杂化 然后你要去把它证明出来 它是对的 另外一个80%的问题 都是事情可以简单化 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你证明它黑的 证明它白的 答案就出来了 这个一般在我们整个 世间的问题里面 有80%是这种题目 在我们大家学会的时候 碰到很多问题 康老师我有很多烦恼 康老师这个怎么样 康老师那个怎么样 都奇怪怎么那么复杂 你为什么把人生那么复杂 干什么 很多事情你只要 针对某一件事情 把它对与错 就像我们的这个六七可马一样 六标准差一样 80%都是单纯的对错的题目 黑白的题目 但是往往你喜欢把它怎么样 把这个五件事情 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说康老师怎么办 事情好复杂 因为你把它复杂化了以后 就变成很难做的题目 人生的题目本来就很简单 但是往往你把它复杂化了以后 你就试掉方向了 所以为什么要清静心 先把心清静下来 先把问题厘清 不要马上答答案 先把问题看清楚 我们以前考试有没有考问答题 问答题 答题简单还是看题目简单 答题很简单 看题目最困难 这个题目是用程华还是用处法 都没搞清楚 你就把它写下去以后 绝对答案 绝对错 先把问答题的题目 先读三次五次 完全了解它在问什么问题 你再来回答 你公式写出来就不会错 人生也一样 简单的题目 不要把它复杂化了 所以在我们管理企业也一样 很多问题都是简单的题目 百分之八十 用简单的工具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很多人为了表现自己很厉害很行 故意把事情弄得很复杂 写报告写了一篇 洋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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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事实上如果到后面来跟他讲 你要告诉我什么东西是对还是错 告诉老板 这个方法是错的 那好不用再讲下去了错 不要再做赶快去换别的 你给我讲那么多 证明结果是错的 还跟我讲那么一大 让我一天时间来听你讲这错的答案 既然答案是错的 就放下赶快做别的 何必讲那么复杂干什么 所以很多人会把事情复杂化 所以在我们工具里头 有一个工具叫做 如何把变异减少 不良品的地方把它减少下来 这样人生就不会走戳头路 好了有了这个以后 再来就是看板管理 能够一键流就做一键流 不能做一键流我们就做看板 这个我们以后都会有机会 好好去讨论这一些工具 然后六Sigma就是六标准差 它这个比较高阶复杂的一个专业的品质管制的一个题目 也是品质稳定的一个题目 如果碰到了不得不也要做 但是这个题目几乎很少 我本身也是六Sigma的黑大 那几乎在工厂里头难得一年碰到一两个 几乎日常工作就是80%的那一种很简单的 1加12等于2的题目 很多人问我说康老师你不累 我说怎么会累呢 因为题目都很简单都是1加1等于2 还是2加2等于多少 是还好你会回答 我们曾经有问一下 我说1加1等于多少加1看我看你不敢回答 我说1加1等于1等于2你们也不会啊 还有工程师更好玩的 90乘以20等于多少 计算机借我一下 我说干嘛 90加20等于多少要计算机啊 要计算机按量比较安全一点 要不然会想错了 脑袋瓜子都不用了 把事情复杂化了 90加20还要计算机吗 这是很多人就现在把事情都复杂化的原因 事实上很多事情很简单的 一眼看后就知道答案的 你把每一件事情都把它解决了 然后再来看整体 自然就解决了 很多事情不看单单单 这个很简单 这个简单啊 这个简单换得不错 这个简单换得不错 然后把事情出场 哇 怎么那么复杂啊 那么多问题 你把每一个简单事情都解决以后 你又看事情说没事了 搞定了 因为都已经搞定了 对 每一个都搞定了 对吧 他们两个起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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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般怎么搞定 你是否头很大 但如果你去注意看到 是他们两个的矛盾在哪里 因为是白衣服 灰衣服 他们两个的矛盾在哪里 因为前后的问题 他们两个间隔太延 你把各个各个各个把它解决了 那不就简单了 你干嘛 哦 又要颜色问题 又要间隔问题 要前后问题 你是想它 複杂不複杂 当然複杂嘛 所以一般人喜欢把 简单的事情複杂化 表示什么 我很行 那么複杂题目都答得出来 然后还要用一个方程式 一个formular把它写出来 哇 热热等 它不会解 只有它会解 何苦呢 简单一点 人生简单就是好 好 接下来一个工具 就是TPI Transational Process Improvement 这是针对办公室的用 办公室里面跟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价值流程很像 它只是它没有一个材料 它的材料就是一张纸 一张paper 一张纸张 一张纸张就是它的材料了 好 比如说我们的进出口 报官的程序 跟你报官里面写的什么材料 50件 马达100个 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 你管它100个还是500个 对你来讲是一张纸而已 这是专门文书处理的一个工具 的工具要会用 最好玩的就是这个3P Production Prepation Process 三个都是PPP 就是生产准备 当你有新的产品要生产之前 你的生产准备有没有准备好 人成功以后就在你准备好了没有 不在意你会不会做 谁先在前制作业做好 跑起来就会顺 做起来就会更容易 很多人就是说打带袍 先做了再说 然后就会产生很大的弊端 这个3P这个功课在烘田 在精益制造 精石制造里头 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如果回到80年代 1980年的时候 在美国的车子新车出厂平均新车里面 平均要有10次免费回厂维修的经验 你是买福特的啦 买卡德拉克的啦 那你大概有10次 每年第一个新车第一年免费回厂来维修免费 我们工厂生产的时候 设计有一点小瑕疵 他们有这么跟你讲 他说我们有更好的东西 因为新车我们免费帮你保养 请开回来一天就帮你把零件换下来 事实上零件有瑕疵的 然后那免费帮你换下来 也不敢跟你要钱一年保证期吗 但是烘田在那个时候 平均是两次 请问你买车是买来免费保养的 还是买来开的 你能够准许一年里面有10次 几乎每一个月 每一个月都通知你回厂来维修一下 你能接受吗 所以在美国那边从80年代开始 我们就有一个口号 我们就问说你是开什么车 我们开Toyota 你开Toyota 蛮麻烦的 Toyota 一年要进场保养两次 我说你不开Toyota的话 你就头更大 一年要保养10次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什么Toyota它可以两次的回厂 而福特它们必须要10次 就是在生产设计准备的前提没有做好 急救章先把东西送 先送出去 先上市了 先把钱赚回来再说 而轰田的做法怎么样 我要生产一台好车子 我要从好人开始培养去 我要把所有的毛病可能产生的问题 全部把它看到了 在生产准备的时候 就已经把它准备好 把它设计在里头 那到现在 这是八年年代 十次两次的比例 请问那现在 你买一部新车出来 一年之内 你迎习几次免会回厂维修 你没迎习几次 一次 你还蛮善良的 这边讲零次标准答案 你买车还买回来 让它回去维修 但现在要求是零次 像Lessus零次 哪有什么毛病可以给你找 几乎到了极致 苛求 一次都不能回来的 这个就是3P的功效 所以为了现在很多工厂 你想想看我们以前 以前车型 车厂比较容易做 大概一个车款是十年 Marsely Benz大概十年一个款式 中间这三五年 变化一下小车灯 这是新款的 事实上外形都一样 内饰啊 座椅都一样 几乎没有变 十年才一个款式 如果你开Toyota的话 在八年年代 两年出一个新款 一模一模 不是一样的 模子全部改了 如果是开三年前的 人家想说 你是开的是旧车 才三年而已 以前Marsely Benz开五年八年 Model都没变 根本分不出来是旧车新车 现在开Toyota的两年后 你看你这是旧车型 新车已经变成尾灯什么样子 车体什么样子 流线型什么变化了 为什么人家可以在两三年 就开发出新的品种出来 靠的就是3P 他准备工作做得很快 不怕出新品种有问题 那以前怎么样出车子出来了 慢慢在修修修到 第三四年的时候稳定了 以后就不会叫你再回厂修理了 那第一款车 第一批车 那是常常要回去修理 所以这3P就非常重要了 然后再来会谈到5S 我们的可视管理 可视管理里面谈到很多 就是我们的QDC的重要性 然后TPM就是整厂的维修 事实上有一个狭义的管理的TPM 管理的叫Total production management 如何把整个生产管理 狭义的就是整个生产的保养 一个单独机器的保养是狭义的 广义的是整个生产线的 生产能力的管理 两个都叫TPM 一个是宽敞的 整厂的生产效力 一个只是单纯的讲 机械本身的效能怎么样 保养怎么样 只有一个讲的SIMET SINGLE MINUTE CHANGE TO DIE 我们叫做快速换模 你能不能在各位分钟的时间之内 各位分钟是0到9 10分钟就有双位数了 各位分钟就9分钟之内 不超过10分钟就把模子换好 我们换模的时间的目标 定义在这里 都有可能成功 看你怎么努力 以后我们讲到快速换模 我可以讲很多例子给大家听 最简单的情况就是 一般我们塑胶模子换模 都要一两个钟头 快也要三四十分钟 我们塑胶换模 如果色料颜色不变 原则上我们在5分钟之内 就可以把模子换下来 不管你的模子多大 你的模子是200公斤的 500公斤的 哪怕是一吨的 我们都可以在五六分钟之内 就把模子换下来 也就是说从A产品 已经正式生产B产品 都可以在各位分钟之内换好 像宏田 他们在换汽车的板筋 那个模子本身有二十几吨重 刚开始换模时间要六个小时换模 后来慢慢变成两个小时换模 后来变成三十分钟换模 现在我们到亨田的产业博物馆 你可以看到他们换模的速度 两分半钟就可以把一个几十吨的模子 从A换到B了 所以这个就是 人家可以快速生产 而且产品又稳定 价钱又便宜 怎么样 有这个高超的管理技术 快速化膜在整个精实制造里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整个工具里面 每一项都很重要 每一项都互相牵扯在一起 所以我们要懂得 每一个工具它的功能在哪里 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这些功能 那我们就很难去真正的 做到精实的企业 那我们如果能够 充分的了解这些精实的工具 我们在修行路上都有效果 因为它每一个 每一个都代表了 我们的修行的一个方向性 我们简单讲 比如说Standard Work标准作业 就是我们学习的什么界定会 持戒很重要 老师是不是常常这样讲 张家大师跟他见面分手的时候 跟他讲持戒很重要 在我上课张标准作业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 持戒很重要 他说我们Standard Work哪有持戒 标准作业 你要做标准的作法 标准要你一就一 二就二 不要贪图方便 随便跳过去 你跳过去就不能体悟里面的好处 你就绝对会错误 为什么需要按部就班做 他有他的言理 就是界定会 就是在Standard Work里头 讲到的 就是要乖一乖的按部就班做 第二个VRK 就是我们的变异性 人会不会换错误 绝对会嘛 VRK就是说 如何把变异减少 也就是说 我们要如何把错误改正过来 那你怎么知道你是错误的 我们了解先生里面 有没有立命之邪 有没有改过之荒 如果你不晓得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没有标准 你怎么知道这是错误的 好 那我们在生产过程里头 知道这是不对的 以后你还做不对的吗 当然不要做嘛 你要把改正过来嘛 好 那这个VRK就是我们的改过 你如果没有改过 你人生就不会进步 你的工厂 如果你没有继续把错误点 把它停下来 你继续换错误 我们叫提栏打水 一场空 你空忙一场 你一直在做善事 一直在做坏事 一直做善事 一直在漏你的福报 你怎么得到这个好处 你绝对一辈子还是空的 所以一定要如何的把错误点 把它停下来 现在最怕什么 我不晓得哪里患错误 康老师那么胖 你要结识 你要减肥啊 不行 我要老师那么胖 精子不重则不微 要很胖才有微移啊 那康老师那个重不是那个重耶 那个重只有三高 这个血压高 血糖高 血脂高 死得快啊 不是冰 金子不重则不微吗 我体会错误了 我不晓得是错误的 是要庄重的重 尊重的重 知道错误了 要不要改过来 要改过来 赶快解死 赶快减回 这个所以要知错能改 这最怕怕我们不晓得错在哪里 人家没有把我们指出来 所以要学习精教 用精教的标准 了解我们哪里患错误 好了 看板管理 跟我们人生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 如果能够一键流 要不要做看板 不要嘛 那既然需要做看板 要不要整个库存累积下来 要不要需要 我们需要 人家需要 我们做善的时候 要行善 行善能不能等 不能等 静效能不能等 不能等 看板一样 孝顺的机会来了 要不要马上把这个孝顺的 这看板补满 赶快补满 行善的机会来 要不要赶快去行善 不行 等我一下 等我明天有空再来行善 但我明天有空再来行善 看板卡能不能等你 不能等 有看板卡就是有需求了 所以孝顺孝敬心 需求一到 就是我们做的时候 所以要会看 这个看板提醒我们 随时有需求的 需求一来 我们就马上补足上去 行善行善不能等 有看板有需求 我们就做 明明现在父母亲不在身边 然后我要磕头 我要跟父母亲磕头 这边善事不做 我说因为我要行善第一 行善第二 善事可以马上帮忙的 一个小baby刚好趴在地上 跌下去了 糊他一把马上可以行善 你说不行 我要行善第一 这个小baby跟我没关系 我不能行善 你不是我莫导师吗 看板卡来了 来了就做 渡到就修 修得爱 得爱走 马上就看着就要做 就是看板卡 六十个我们刚刚讲了 有没有简单跟高傲的 人生有考题 有幼稚点考题 有高中考题 有研究所考题 不要马上做研究所的 各个都翘翘 都翘翘的 每一个都倒倒倒了 因为都没有考过 哎呀人生好苦啊 我都练的都滑眼很大步 你练的心经比较小步 奇怪了 人家有练过心经 人家有练过阿弥陀经 你又一下就把他 拿滑眼睛来考 当然把自己考倒了 所以我们从简单的开始应付起 从简单的考题 一题一题把它应付 人生好过 你简单的题目过了 复杂题目也就不复杂了 所以要从简单的做起 慢慢一步一步来 一步一步累积 一样的TPI 办公室的 不是说看得到的才做啊 我们以前工厂里面 是有物料嘛 看得到造物料 paperwork 文书 文书处理是不是物料 也是物料 所以我们行这个 作业做流程的时候 要基因德啊 不要看人家看得到才做 人家看不到不做 那还是没改善啊 因德也要做啊 不是说看得到的样子 才是才是功德啊 因德很重要 这个跟我们文书作业 一样的流程啊 这个都是有帮忙 公司节约成本啊 好 再来下一个 我们的3P 准备 那准备更重要了 三个根要不要赔 出生后一百天 一千天重不重要 根本啊 在他还没有出去做事情 还没有对外的时候 先把它培养好 三个根地址归 十三夜道 我们的带上感应篇 一个一个把它培养好以后 出来哪一个不是好人才 我们如果做东西就像这样子的话 哪有不良品 Lexus各个都很棒啊 所以一定要如何保持好的品质 什么时候开始 从出发性开始 从第一步开始 好 5S 5S是可视管理 看得到的管理 随时随地 有没有温良公减让 这看得到啊 我们为什么要尊敬空老胡子 因为他的仪表 他的外在 他的行持 温良公减让 是我们看得到的 我们要不要能够看我们的成绩表 就像5S一样啊 我们有没有随时表现出来 温良公减让的身教 温良公减让的心态 最后才到了我们TPM 总成绩啊 你的整个工厂的效力好不好 TPM里面来算出来的 TPM里面算出来是说 你的生产能力多大 90% 生产出来的数量多少 80% 90乘80 72%了 那生产出来的 这个稳定性的品质多少 60% 72乘60 只有40几次良品力 那人生没 你做出来的东西是怎么样 你温良公减让几分 你带人处事皆无几分 你天天该跟活菩萨 求慈悲加持 你自己有没有做到 你这一个成绩好不好 自己可以评量的 成绩可以知道的 好 最后一个快速换魔 碰到事情了怎么样 能不能赶快转变心智 哎呀 心情很差 差了三天五天还在擦 还在拍就是瞪眼睛的 为什么没有转头就忘 放下 放下急事 碰到不好的事情 何必提起来呢 赶快换魔吧 Change over 换频道 这个频道不好 换别的频道 何苦 人生何必这样 何必一直保留住 那个不好的频道 赶快换 赶快换 放下就是 事实上会用的时候 哪有什么工具是所谓的机械加工的工具 哪有什么工具是属于企业管理工具 哪有什么工具是人生的工具 所有工具都在你手上 你是怎么用它 你体悟多深 处处都是考题 处处都有答案 考题在那边 答案都摆在前面 而且答案都写得清清楚楚 看你会不会把答案放进去 这个答案就像什么 就像我们选择体一样 还不是天空体 天空体还要爬哪 这个要写什么字 它选择体 1加1等于 挂弧1 2 2答案是4 5 6 让你添你要写哪一个题目 答案都给你 所以我们人生都是选择体 你要添哪一个数字进去 它都把答案给 你添1的话是什么情况 添2什么情况 添3什么情况 它都还附在说明在那边 人生非常丰富 但我们不会看 也都没有给我答案 让我好苦不晓从哪里走 有 先人所走的路线 就是跟我们讲的 你走这个路线 将会得到什么结果 有没有看过三国志 三国志好东西 人物很多 三国志里面的人 年轻的什么心态 重点什么心态 年老得到什么结果 你把这一些套到现在的人 一模一样 年轻什么心态 将来就得到什么结果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图 未来图就变成这个样子 有了这个图的结果 我们来看看 一定要像我们了完事情里面讲的 要此心 未心跟勇猛心 你要不要改 你要改就有机会 你知此近乎勇 你知道说我哪里犯错误了 不要惊怕 就去把它改 就去把它 勇猛心的把它做好 这个就是我们未来图就有机会 如果这个未来图 我们有改善计划 要排定计划 有哪一些计划 什么时候完成 谁来做这个事情 有优先顺序 重要的先做 有效果的先做 一定如果没有优先秩序 那就没辙了 最后一个就是要 如何做未来图的规划 做未来情况 第一个就是要精神努力 无可懈怠 一定要领导 要不期不饶 干到底 要依照价值流途 要重新组织你的架构 每一个观念 都是要连结在一起的 依照我们的战略部署管理 有优先次序 最后要评估 要跟踪 以身作则很重要 如果你自己不做 光说不练 绝对没有好效果 所以一定要老实听话真干 只有真正的老实 找到自己的毛病 真正的能够听从圣贤 听从企业家 他们的经验 真正的干到 才有办法把它做好 这个就是VSM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系 好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到这边到一个阶段 好 谢谢各位同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